你们知道为什么渣男可以和女生聊整个晚上 女生还不会觉得无聊吗 我从接受过的渣男身上套出来这个技巧 每一招都让人叹为观止 今天呢就把它分享给大兄弟们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认真学 掌握这项技巧呢 女生就会爱上和你聊天 甚至主动倒追你 这位兄弟找到我说 楚儿你好 三个月前呢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女生 她性格很好 我们俩爱好也差不多 每天都能从早聊到晚 前段时间呢她心情不好 我请了一天假陪她出去散心 但她到处吃吃喝喝 临走的时候啊 她还笑着跟我说期待下次见面 本来准备过段时间就向她表白的 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 只要我不主动找她 她就不会找我 我想测试一下她到底在不在意 我就隔了一个星期没有联系 她居然真的没有找过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呀 我真的不想一直都是我单方面主动 但是现在放弃呢 我又真的舍不得 我知道很多兄弟啊都饱受女生不主动的折磨 那你们知道女生为什么不主动 她是不把你当回事吗 现在吊着你吗 其实不是的 真正吊着你的女生是时而找你啊 时而不找你 而一直不主动的 就是因为你在她的眼里没有探索欲 你把所有底牌都全部交进去了 毫无神秘感可言 女生也会想呀 我是女生 主动了不就显得我很卑微吗 一旦女生有了这个想法 她就不可能主动找你 那大兄弟 这种情况还有转机吗 当然有 方法很简单啊 做到若即若离即可 这里的若即若离并不是让你们像渣男一样去吊着女生 而是让你们用这种方式去激女生 唤起她对你的感情 让她明白你之前对她有多么的好 我告诉大兄弟 你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联系了 所以开场一定要勾起女生的好奇 让她产生新鲜感和聊天的欲望 让大兄弟这么发 给你新改了个备注 女生回到什么 我们说小爱同学 女生说 嗯为啥 我们说因为你跟她一样 只要我不召唤 就从来不会主动说话 这个兄弟呢 之前对女生不主动 只会自己胡思乱想 小心翼的 连问都不敢问 效果却适得其反 那我们就直接去点破两个人的现状 让女生无法回避 现在女生可能还会觉得我们在讨好她 但没关系 这只是若即若离的第一步 女生回了 最近有点忙 我们说 行 那先这样 我也先忙了 之后再聊 我知道有的兄弟可能有疑问了 啊这什么意思啊 好不容易聊一次天 就这样结束了 不要急 这招是若即若离的第二步 一退为进 女生忘了 大兄弟所有的主动 都是走路停下的脚步 吃饭放下的筷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她时间 让她明白这个兄弟的用心 女生回了 嗯行吧 看到我们的后退 女生心里明显产生了落差感 之前大兄弟都是贴着她聊 以往的热情和追问啊消失了 那她就会不知所措 这个疑惑也会一直存在她的心里 接下来呢 我们就使出若即若离的第三步 按兵不动 但是大兄弟做不住了 她跟我说 这样她万一不主动找我怎么办呀 我告诉她 追求女生啊 不求快 要求稳 一味的迎合讨好 女生就永远不会主动 现在我们的不联系 是为了让女生怀念 怀念那个对她无微不至的你 怀念你陪伴她的点点滴滴 这样女生才会在意你 主动奔向你 直到第三天晚上 女生主动发了消息 还没忙完吗 有个事想问问你 兄弟们 是不是以为女生真的有事 哎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 你的思维就没跟上 现在女生就算没有问题 她也会制造问题 因为女生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因为她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大兄弟的转变 我们这里回 我点忙 是不是又很疑惑 女生都主动找我们了 我们的态度还这么冷冰冰呢 这么想的兄弟 思维还是停留在追女生的启蒙阶段 你要知道 如果女生给一颗糖 你都喜笑颜开 那女生就会认为 你就只值这颗糖 又怎么会愿意把你放在她的心上呢 你看这里 女生秒回 你什么态度 我们这里回 不习惯了吗 也是 毕竟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不会累的涌动机 可就算机器有出故障的时候 更何况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 我主动的找你讨好是我的选择 但同时我有放弃的权利 这就是第四步 以牙还牙 在女生眼里 大兄弟主动都是应该的 她已经忘了 健康的感情是双向奔赴的 不过 这不怪女生 因为这一切都是大兄弟一手养成的 我们现在就给女生说这些 就是要点醒她 让她和兄弟平等交流 女生这里回 是你想的太多了吧 女生依旧在B中就亲 如果我们直接给了这个女生台阶下 那之前的努力 全部白费 所以我们回 你的B中就亲 不就再次证明了我的想法吗 女生缪回 你怎么这么周啊 随你变吧 你说是就是 兄弟们是不是觉得女生生气了 感觉我们是不是在搞砸了 但是现在说女生生气 不如说是恼羞成怒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问题带过去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先不回应女生 实施若即若离的第五步 拉开距离 兄弟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低头啊 那大兄弟还会和以前一样被女生牵着鼻子走 所以为了大兄弟和女生以后真正的幸福 我们必须忍痛坚守我们的立场 到了晚上 女生又一次主动出击 真的生气了 我们回 我没这么无聊 女生过了很久回到 能不能别用这种不耐烦的语气跟我说话 不连心的这几天 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 看到效果了 前面大兄弟表露心声的时候 女生没有正视自己的内心 但之后的一段时间啊 女生明显经过了认真的思考 这个时候她已经露出了表明内心的苗头 但现在火候呢还不够 因为女生还是处于被动为止 我们得为这种关系添一把火 我让大兄弟回 你看你总是在等 等我的热情冷却 等我的勇气消失 但我累了 已经走了99步了 我也没有遗憾了 这次先走的那个人就换成我吧 我们逐字逐句的把兄弟在这份感情当中的努力 对这份感情的用心和遗憾全部表露在女生面前 告诉女生 如果你始终不想为这份感情付出一丁点的努力 那我们也就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人心都是肉掌的 大兄弟也会心痛 会失望 女生回了 我这几天不是没想过找你 但别人都说女生不能太主动 会不被珍惜 所以我也害怕呀 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女生现在所说的才是她内心的担忧和顾虑 这是好信号啊 那我们接下来回答就是 至关重要 我让大家兄弟回 怕我不珍惜 怕没有结果 怕最后还是分开 你看你怕这怕那的 唯独不怕失去我 爱不是这样 爱不是冷冰冰 爱不是讲反话 爱是相互吸引 是双向奔赴 既然女生怕受伤 那我们就让她感受到我们的坚决 我们告诉女生 爱是义无反顾 爱是踏破红尘 风雨无阻 如此炙热的感情 女生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呢 过了半个小时啊 女生毁了 我刚刚也是认真地想了一下 你说挺对的 真正的爱确实应该双向奔赴 我确实也应该大胆一点了 这句话 聪明的兄弟应该都能看懂 我根据大兄弟目前的情况啊 制定了关于他们以后聊天的框架和相处方式 没过多久 大兄弟成功地通过了考察期 正式转为男朋友 不主动的女生并没有那么难追啊 只是因为他们的心门封闭太久 不轻易地把内心的顾虑失忍 只要你能够攻破他的防线 他就会为你打开心门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细续上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助女生相亲了 各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帮助你 如果微信在下方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方式哦 拜拜